这是我的毕业作品 《从普拉多大刀到太古里》系列作品 创作灵感源于我在旅行时所拍摄的一些摄影作品 然后作品我选择这种半透明的材料 然后也因为这种透光度和透明度都不同的特性 我把它做这种有空间和前后错落的这种展示方式 然后借此也表达一种时间和空间的一种重叠和交错 它在不同的角度观看也会有不同的视觉效果 采用这种就是杀制的这种材料 也是想觉得就人跟人之间 人跟世界之间 文明跟文化跟文化之间 都是需要距离和留一层上 对